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,德国总理默克尔,于今日24日访华,这是默克尔出任德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后首次访华,也是他作为德国总理的第11次中国之行。 默克尔将在中国度过两天,前往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,这次陪同默克尔访华的是企业家代表团,有近20位重量级的德国企业家,这些企业的年销售额加在一起,达到5500亿欧元。 据报道,经济合作是此次访问的中心议题,此外还包括一和协议问题等议题。 今天,中德双方将共同举办两国总理与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座谈会,听取企业的意见和诉求,为企业相互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。 明天,默克尔将访问深圳。默克尔此前夸深圳是一座充满动力的城市,许多德国企业也在深圳安家落户,从事生产。 据报道,默克尔将在深圳出席德国驻外商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剪彩仪式,并参观西门子工厂和创新企业。 默克尔最近很忙,简直成了空中飞人。 上个月27日刚飞去美国,与特朗普进行短暂的会晤,随后5月18日,默克尔又对俄罗斯进行访问,与普京举行会晤。 普京送了默克尔一束花,还遭到德国媒体的碰瓷,称送花是对默克尔的侮辱,引发了一番骂战。 德国图片报称,普京送花是向默克尔发出一个信号,他是男人,而默克尔是女人,此举看似礼貌,实则是侮辱。 对此,俄国家杜玛议会下院副议长亚罗尔亚回应,送花是尊重的表现,文章作者不懂什么是美, 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,默克尔近期连续出访美国、俄罗斯以及中国,究竟在做什么筹划,默克尔首当其冲先去的美国,是为了劝说特朗普不要退出伊核协议,和避免欧美之间的贸易战,现在看来相当于白跑了一趟。 默克尔走后,特朗普照样退出了伊核协议,而对欧盟的进口钢材和铝产品关税货免也仅仅延迟了数天,到6月1日也将到期。 这次访华,默克尔回答记者提问时还在呼吁,希望美国对于欧盟的钢铝制品关税货免能够继续,德国和欧盟应该享受无限期的货免。 看来,德国和法国都对此满心失望,只能放眼新机会,之后默克尔的出访之旅,就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。 有分析指出,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后,欧洲需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,以稳定中东局势。 首先是德国的难民问题,德国已经不堪重负,美国的制裁导致难民问题雪上加霜。 如果要让叙利亚难民能重返家园,德国需要俄罗斯的帮助。 这是因为叙利亚第十号命令规定,居民一定期限内,如果不申报自己的财产,财产将被剥夺。 这对于所有希望返乡的难民来说,无外乎是一个坏消息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默克尔希望俄罗斯向叙利亚施加压力,迫使叙利亚政府放弃这样的规定。 普京在与默克尔会晤结束后表示,如果欧洲希望流亡欧洲的难民重返家园,就应当帮助叙利亚重振经济,并向叙利亚提供实质性的人道援助。 同时是这一问题非政治化。 对此,我深信不疑。 默克尔则表示,德国请求俄罗斯对大马士革施加影响,促使叙利亚不要给难民返乡制造困难。 再者是经济上的合作,美国的一些要对那些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欧洲企业进行制裁。 德国是伊朗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 德国大型跨国企业如西门子、戴姆勒等,也都在伊朗有相当庞大的商业利益。 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后,德国就尴尬了,默克尔不得不为德国经济的未来另谋出路。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,此次默克尔总理访华,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,中德两国在数字化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、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的潜力,将不断得到释放。 合作的空间广阔,另一边,德国与俄罗斯的商业项目,北溪二号已经启动,北溪二号管线建设完成后,俄罗斯仍将通过乌克兰对欧输送天然气,如此一来可以让德国降低,对美国供应天然气的依赖。 另一边,有同样需求的法国总统马克龙,这两日首次正式访问俄罗斯,马克龙将受邀参加第二十二届圣彼得保国际经济论坛,马克龙也将和普京就叙利亚、乌克兰及伊朗等地区的棘手问题进行。